你如果把性生活的頻率當個基礎的指標 可以提醒自己去審視一下 對於你的感情婚姻是否滿意 這樣其實還蠻健康的 每週性行為次數和男性精蟲健康 有一個研究他們研究了超過三萬個美國人 發現一週一次性生活的伴侶有最快樂的關係 但那些說自己一週兩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的人 沒有比較開心 但如果你性生活小於一週一次 可能你們的關係是有點 當然新生嬰兒的父母你們不在這個範圍之內 因為媽媽可能還在痛 然後大家都睡眠不足了 是不會保暖次淫欲的 性生活很需要雙方的時間跟注意力 如果你們的關係已經有問題了 性行為變少是很直接的現象 硬做者會治標不治本 性生活好跟兩個人的關係沒有一定的關聯 但多少是可以拿來當作一個參考指標 跟之前參考 有人性生活美滿但婚姻充滿問題 有伴侶互相生愛對方 但性生活不協調 你如果把性生活的頻率當個基礎的指標 可以提醒自己去審視一下 對於你的感情婚姻是否滿意 這樣其實還蠻健康的 是不是工作太忙了 忽略另外一半壓力太大了 可以一起去度個假輸個壓 還是說另一半其實已經在外遇了 聽朋友發現說他老公性行為頻率驟降 他就開始警覺 之後真的發現老公外遇了 但每對伴侶對性的需求都不一樣 如果你每個月只要一次 就雙方感覺都很對 那就夠了 這些研究都只是參考 不要被數字綁架 也不要硬上 當然一個月一次在身體上 我覺得太久了 因為射精的需求對男性健康很重要 畢竟他們有個脆弱的射護線 找資料的時候我發現我在哈佛醫學院 健康出版文章上面看到 攝護腺癌的成因未知 但科學家發現 每月射精超過21次的男子 得到攝護腺癌的比例 比每月射精4.7次的男子 低了31% 澳洲科學家也發現 我必須強調是澳洲 因為你等一下聽到就會覺得太驚人了 每週射精處4.6-7次的男子 在70歲之前得到攝護腺癌的比例 比每週2.3次的男性少了36% 我不得不承認我當時看到這個數據的時候 有倒抽一口氣 因為你剛剛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澳洲用的單位是州 美國用的單位是月 所以讓我們用一秒鐘讚嘆一下 澳洲男人的體力 或許我當初應該去澳洲留學的 除了射精次數之外 對於正在準備 懷孕或有打算生小孩的伴侶來說 精蟲的品質和數量也很重要 UCLA泌尿科醫生Dr.Jesmil說 教科書上是說 如果你夫妻試了一年都沒有懷孕的話 就可以去求助不孕門診 但他的建議是6個月 因為就算在多6個月 你們的身體狀態可能也不會改變太多 古時候的二婆婆通常會說 生不出小孩都是媳婦的問題 但他這邊有特別強調 不孕的時候 男性精蟲有問題的機率 就算沒有一半也有4成 懷孕是兩個人的事 一個巴掌拍不響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就盡快去看醫生吧 科技進步這些都是有方法的 而且靠科技得到小孩 就像靠科技保持健康一樣 不要覺得有一個Tabu在那邊 對於男性生活上不知不覺 你可能都在殘害你的精子 如果精蟲要健康 就要 避免把手機放在你褲子的口袋裡面 因為手機輻射離你的膏丸太近了 在用筆電的時候 不要放在你的大腿上 因為大腿升溫 你的膏丸溫度就會升高 只要溫度升高 精子游泳的速度就會變慢 你這整個質量就比較不好 同樣的如果你想要懷孕 太緊的褲子太熱的天氣 泡溫泉熱瑜伽 狂穿緊身褲起腳踏車 你都需要能避免就避免 但幸好精子從完全成熟到 可以從腹膏完射出 需要兩個多月 其實你改變你的生活型態 兩個多月的時間很夠了 就算你沒有計劃要懷孕 調整生活的型態也能讓你更健康 平常少吃各式的食物 營養要均衡 然後可以多吃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 比如說 深綠色蔬菜 藍莓 胡桃 枸杞 蔓越莓 然後每週安排時間運動 因為你要有運動才要有體力 因為性生活也真的蠻吃體力的 像我就是每天都覺得非常的累 所以你知道 總之呢 就祝大家身體和金蟲都健康 又有活力 今天就這樣啦 我們下集見